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大小王之争 我们首先来看陈玉希的最后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.2 陈玉希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跳水机器 除了207C之外 其他几条真的是太稳定了 最后一跳也是没给队友全红缠太多的机会 一气呵成的拿到了91.20分 此时所有的压力都来到了全红缠这里 同样也是5253B难度系数3.2 小姑娘能否顶住这巨大的压力呢 让我们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非常的nice 全红缠同样用接近完美的一跳回进了陈玉希 让所有观众看得手心冒汗 实在是太刺激太精彩了 当裁判打出91.20分后 也就意味着陈玉希已不到8分之差 拿到了本次比赛的金牌 第2次的角度是屏幕的银子 在一步中讲的改革